我們今天要用的這個板子呢 是這一個Node MCU Wi-Fi V3的這個板子 那麼在露天呢 那就一片才100多塊 那我們今天主要是要用 D7、D6、D5 這三個角位來控制三個LED燈 另外呢,我們還要再使用 這個remote remote.sy 這個網站 我們利用這個remote.sy這個網頁 那麼可以來製作 一些這個 方案 首先呢,我們就是 要建立自己的 project 之前呢,我有先建立一個project 就是剛剛我講的 利用三個角位 那我檔案名稱呢 它叫8266V3 三個LED 那首先呢,我就是利用左邊這一個按鈕 我們設立三個按鈕 另外,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這個 configuration 好 我們它有四個東西 90年 你必須要 把它的cognition configuration 我們用的是Wi-Fi access point 那板子就是我剛剛講的 NodeMCU V3這個板子 那 它所使用的module就是 envote 那 編輯器是用 aduno的ID 好了,以後呢 那麼我們就可以 在底下 這個地方的private 把它壓下去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module的 interface 部分 那 首先呢 我們需要設這個 SSID 就是它的ID ID 你就隨便打個名字 再來就是你的密碼 還有你手使用的po 那麼這三個按鈕 這最底下呢 我使用的是D7 那麼 綠色的LED 這個黃色用D6 紅色呢 我用D5 那麼這些設定好了以後呢 我就可以把它的原始 那個 城市原碼 把它打開 打開這個城市原碼呢 首先就是 我們要把這個 原碼 等一下把它download 或者直接 在下方呢 用拷貝的 那另外呢 這個remote.sy 的library 把它安裝到 這個ID裡面 裡面 另外還要在手機安裝 這個remote.sy的app remote.sy的app 那底下就是它的程式碼 那程式碼來這個地方呢 我把SSID 把它改成 三個 這個等一下呢 我們在ID裡面那邊 再來改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把這個程式碼 拷貝在 到那個ID裡面 好 現在我已經把 剛剛那個 程式原碼 把它拷貝到 Arduino的ID裡面 這個地方呢 我把它改成了 三個LED 密碼隨便你設 那程式就這麼簡單 好 接下來呢 就把它 拷貝了 好 跟 up and load 那 這一個就是 安裝好的 情況 好 第七的地方呢 使用綠色的燈 這個是第六 這個是第五 好 那 第五的旁邊是 地線 把地線 分接三個電阻 分別三個電阻 然後 我們現在把它up load 已經好了 那我們看一下 那實際的操作狀況 真的嗎 嗯 有些人 有些人 那 它 是 這 有些人 有些人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